在下面这个四边形里面 AB比AD是2比2 然后比BC这个是3比1 他告诉我脚A是90度 他叫你脚ADC的度数 这一题呢你需要懂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我的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不是等腰三角形 ok 然后因为他这一个跟这一个是2 这边是90度 所以这两个角度呢 我给他是X的话呢 他是一样嘛 等腰对等角 所以我两个X加90度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两个X是90度 所以我的X是45度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用Bitobular Stilum来算的话 这个是2²加2² 然后他会变成Squared bar ok 我知道他是Squared bar之后呢 在这一边你去想象一下 我这一边这个是Squared bar 然后我的Squared bar的话呢 然后我的Squared bar的话呢 他这个3其实是Squared 9来的嘛 所以这三个里面3是最大 我的那个3呢 在三角形BCD里面 我的3的Squared是9 1的Squared加Squared 8的Squared 是1加8也是9 所以我的3的Squared 所以我的3的Squared 等于1的Squared加Squared 8的Squared 然后通过Converse of Pythagoras 丘仁 OK 三角形BCD 是那个Right Angle Triangle 十角三角形 OK 然后最长的那一边的对面是90度 然后刚刚这一边是45度 所以我的脚ADC 这个是第一个Step 这个是第二个Step 这个是第三个Step ADC 就会是等于90度加45度 等于135度 就是这样